在这起意外当中车上一共有26个人 其中19人获秀 3人死亡 4个人失踪 而受伤旅客和罹难者的家属呢 从昨天晚间开始分别抵达了漳州医院 而处理亲人的后续事宜 不幸罹难的童阿祝家属 在今天见到家人遗体时 忍不住痛哭失声 家住新北市的罹难者童阿祝 第一次与双亲姐姐出国旅游 没想到就遇上劫难 除了童阿祝之外 其他三名亲人目前都还下落不明 家属在得知噩耗后 立刻搭机前往福建 却只见到一具冰冷遗体 情绪当场崩溃 由于福建当地连日豪雨 造成九龙江水暴涨 增加搜救困难度 救难队不但出动500吨吊车 也派出救难艇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消防官兵一边沿着河岸搜索 一边尝试确认已沉入河底大巴车的位置 另一方面在这次翻车意外中 八位受伤较轻的旅客 经过一夜休养 陆续从漳州市立医院出院 受轻伤的旅客赖运其说 虽然自己幸运捡回一条命 但自己的母亲还在失踪命当中 希望搜救工作 能尽快传来好消息 联合报赖警红棚晚新综合报道